全台各地的樱花陆续绽放 巴黎疗养院的樱花也盛开了 院方透过园艺治疗的方式增加附件的效果 美丽的樱花也为病友带来了好心情 巴黎疗养院的环境十分清幽 美丽的樱花步道陆续开满了樱花 让病友们不用到天原宫或是阳明山 就能欣赏到美丽的樱花 我们医院目前有三四百颗樱花 包括三樱花、八重樱、昭和樱、富士樱等等 那我想普遍有的樱花我们医院大概都有 那我们医院住在这边其实很幸福 不用到天原宫人挤人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樱花 不只有美丽的樱花 樱花步道上还有希望支持 院方希望透过园艺治疗的方式 让病友转移注意力 还能培养附件的耐心 那樱花对他们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也都很期待 每年的这个时间 当医院樱花盛开的时候 对他们也会产生一个希望 比如说我在这边复健 到一点时间看得到希望 我就更有复健的一个动机 盛开的樱花 不只为疗养院带来春天的气息 也抚慰了病友与医护人员的心灵 为他们带来好心情 记者沈志勇、江桥薇 巴黎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